短道速华世界杯北京站男子1000米决赛 刘少昂再次朝冠军发起冲击 在前一个比赛日 刘少昂与林孝俊发生碰撞后 遗憾无缘500米冠军 赛后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此番来到1000米的赛场 刘少昂依然是夺冠大热门 刘少昂目前能够做的 就是在赛场上不断证明自己 可以竞争中国队新的领军人物 因此每一枪比赛对他都至关重要 这场决赛 刘少昂的表现相当平稳 虽然第二个过线 但加拿大选手犯规 最终刘少昂在家门口成功夺冠 我们来感受一下刘少昂冲刺的瞬间 以及犯规的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